视频中的这个女孩名叫金柏柱,今年28岁 她一上台就用手挡着嘴 主持人甚至都听不听她在说什么 那么她又是为什么来到赖特美人呢 原来她的牙齿腐烂得很严重 下牙完全丧失了功能 以至于她无法正常咀嚼 吃饭也只能吃一些软一点的东西 就连工作时都不愿开口说话 笑容就更别提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她现在这样的呢 金柏柱小时候坐木马不小心摔了下来 直接摔到了下牙 但因为家庭贫穷没有及时治疗 所以她的牙齿就成了这般模样 不仅如此 金柏柱还是个可怜的孩子 从小母亲抛下她就走了 父亲在她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去世了 她只能跟着奶奶长大 听到她悲惨的经历 主持人都十分同情 最后医生决定帮助金柏柱 检查后发现 金柏柱需要拔掉11颗牙齿 32颗的牙齿只有一颗不需要治疗 这将是非常辛苦的一次治疗 经过84天 当金柏柱再次出现 全场一片惊呼 走出来一个身穿洋娃娃一样衣服的女孩 转身的那一刻 全场都被惊艳到了 现在的她没得让人失语 甚至有点壮烈明星金雅中 希望金柏柱以后可以变得活泼爽朗 你觉得现在的金柏柱漂亮吗 对不起